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過得到還好嗎? 有一個很棒的市場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台北福榜的J卡 居然在2020年下半年有加碼 天啊,居然來到了3%回饋無上限 限Line Points點數卡 所以我覺得其實魚棒相爭真的是與勇得利 我們等了這麼久就是等2020年下半年 越來越多的省卡出來 有一些銀行他們要退出所謂的競爭圈 但是有一些銀行要退出又會更好 所以今天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 到底台灣的銀行間有推出什麼厲害的卡片 我們趕快往下看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台北福榜J卡 3%回饋無上限 感謝台北福榜 今天的重點呢,第一個就是來跟大家聊聊下半年的無腦神卡 3%回饋直接給你 第二的話跟大家聊聊 到底這個3%回饋有沒有陷阱 好,那都跟你講 第三的話就是來聊聊說 2020年的下半年有沒有一些高回饋的神卡 已經準備好 傳本本在這裡 等著讓你來申辦了 好,今天就是講這三個主題 好,事不宜遲直接講第一個 好,下半年的無腦神卡3%直接給你 台北福榜銀行這一次真的神奇了 好,我們來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這個如果你登入台北福榜銀行的官網 你可以看到有這個圖片 它就是跟你講說 國內回饋無上限 直接就是使用3% 那當然它有看播一些不錯的活動 比如說你現在如果是用振興券的話 可能就是新戶最高1090啊 然後這個J卡的話 可能還有一些額外的回饋之類的 好,那總而言之 它就是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豐富 好,因為首先呢 它以前就是這個所謂的 旅日神卡嘛 那現在大家也不能出國了 所以它就瘋狂的 把它們的優惠的價碼在上面 好,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自行上官網申請 因為現在的話也沒有MGM活動 好,所以也沒有辦法給大家好康啦 但是呢 這張卡片的基本回饋已經非常不錯了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就直接上官網申請就可以了 好,我們往下看 其實它這邊有些比較詳細的產品權益 你可以看這個畫面 它就是寫到這個所謂的 國內跟日本回饋無上限 國內一般其實是1% 但是這是現金回饋卡的部分 但如果你選擇的是LinePoint點數卡 那麼你就可以再多拿2% 所以最高就是3%回饋 這個矛頭指向哪一家印卡 我們就不言而喻了吧 明明就是那個聯邦 這是雙幫嘛 這個台北富邦跟聯邦 因為聯邦自己的LinePoint點數卡 其實很厲害 那尤其是它有這個所謂的 LinePay Money地狐之父的加持 更猛 但問題來了 就是這個台北富邦 它不該失落 所以就是做了一個很棒的加碼 38回饋無上限了 非常的棒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 2020年下半年 這張卡片把它重新 從你的能動庫找出來 放到你的主力卡的 這個你的卡架裡面去 把它當作是自己主要的 這個卡片來使用好嗎 因為回饋真的很不錯 好 是不是大家會覺得有點回饋 可以回復到那個所謂的三年前的這個 中信LinePay卡的這個所謂的 3%點數回饋無上限 但是還是有點不一樣 因為之前中信的話 它是有所謂的1%全產業 但是這個沒有 這還是有一些限制 稍後會講 好 再來我們往下看 就是 第二點的話 你看到這個富邦產險 旅品卡 這個海外地區3.3%回饋無上限 也是優於3% 不錯 那麼如果你自己有J卡的搭配優優卡功能的話 大家台灣大折退 然後扣款就是10%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那麼如果你在全台的日本藥鋪 BJ卡也是10%回饋 Coco可以逼優優卡的部分也是10%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通通都是9折 這個也是他們非常佛信的部分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它這個所謂的條款的部分 這3%到底有沒有什麼限制呢 經過這樣子仔細的掃描一遍之後 我會發現你看第4點的一般消費定義 裡面有所謂的保費是排除的 然後這個自動價值儲值金 基本的東西通通都排除的 所以你還是要特別注意 它不是全產業就一趴加碼一樣 這麼的佛信 然後它中間還是有一些 台北富邦銀行不認列的部分 你要自己來看一下 包括全聯福利中心的消費這個部分 它你就算是用J卡來做PXP除值 它也是不給回饋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大家還是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但是基本上怎麼刷 一般刷卡消費無腦3%都不錯 不論是綁在LinePay上面 或者是直接拿卡片刷都是有3%的喔 那再來的話下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3%回饋有沒有陷阱 因為這應該就是大家最想知道 就是有沒有什麼美感 趕快來講一下 不然的話就是不小心誤入禁區 可能就沒有回饋了 所以我們來這邊來聊一下 到底我找到有哪些陷阱 你要特別注意的 這個限定LinePay這卡片喔 如果你自己辦的是現金回饋卡 請你趕快在網路上面進行加辦 好不好 救護也不需要上車 你就直接在網路上面申請就好了 那麼我很擔心就是這一次 台北富邦又會重施 故技就是去年的那12月底那一波 他就是狂發十幾萬卡 然後發現所有的卡有全部卡住了 所以今天是7月1號 你看到這個影片 你應該就立馬去官網申請 因為再晚一點 你可能就拿不到這個回饋了 因為他可能會塞車塞兩個月 你才能夠拿到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話 就會延誤你自己使用信用卡的時間 看到資訊趕快申請 好不好 第二點 只要保費沒有3%喔 只有0.5或是分12起 零利率二則一 這個是台北富邦他們自己使用的 這個信用卡上面的回饋慣例 所以你要保費的話 也就是麻煩你再重新回來使用 這個我們的聯邦來典卡 然後他還有這個所謂的 LinePayMoney的2% 這個地虎支付的加持 所以你們就是把卡片 要怎麼刷卡 就是稍微區分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第三的話我會建議你選擇 JCBO卡版本 因為每天 因為每個月的1號 早上9點 都可以來搶JCB10%喔 所以這一張卡片的這個 三個重點 也請你要特別去注意這樣子 那最後最後我們來聊一個問題 就是2020年的下半年 到底有沒有什麼高回饋的卡片問世了 是不是有一些很不錯的回饋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也請大家就是在7月1號 下半年的第一天 一時趕快來去這個所謂的申請 因為下半年你就靠這些卡片過火就好了 到底有哪些銀行的卡片 是被寶可夢選出來 非常好 我們來看看就知道了 好 來第一張就是我們的 台北富邦J卡喔 這個J卡的部分我真的覺得 他現在變得越來越好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是 呃 非常有福氣啦 對 因為如果你自己 本身在去年 就開始在理解這個 我們信用卡市場 會發現其實J卡 他早期推出的時候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有吸引力 但是沒想到 經過了一年多以後的包裝 好 然後跟台北富邦的加持 他的回饋真的越來越好了 好 也提醒你一定要使用9 points點數卡別喔 不要申辦現金回饋卡別 因為現金回饋有6個月的使用消息 而且沒有2%加碼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好 第二張要跟大家推薦的是這個 行動支付高回饋卡片 也就是這個 我們之前影片有講過的 這個我們的 永鋒 然後必備卡 好 永鋒必備卡的話 他在7月1號開始 他其實做了一個權益上的升級 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的這個回饋的話呢 如果你把它綁定在行動支付上面 不用買這個外幣 直接就是給你5%加碼 所以你什麼外幣都沒有買的話 基本回饋有這個1% 再加上5%就是6% 但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買到這個 所謂的董會 或者是這個卡會的 卡會董會跟超會嘛 董會就是這個所謂的 8萬外幣等值 那如果是超會的話 就是20萬的新台幣 兌換外幣等值的金額 然後放在裝上的話呢 你可以再拿到額外的加碼2% 所以最高就是有來到7% 或者是8%的回饋 這麼的誇張 那這就是我們現金回饋 我覺得應該已經算是 行動支付上面的這個頂標了 因為他的那個上限 500塊上限是 應該是說5%的上限是600 所以最高的話就是 你一個月應該是刷1萬2 所以我覺得都很 都算是蠻佛心的 而且你連Apple Pay都有 現在一般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Apple Pay在很多銀行裡面 是不太給加碼的 但是他的加碼的回饋上限是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不錯的一張卡片 所以永鋒必備卡 請大家一定要去申請來使用 因為他也不用年費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最高有來到8% 6% 7% 8% 看看你自己的等級的決定 第三張的話就是給里程一組的一個 誠心的推薦 因為我自己現在的主力也換到這個所謂的 匯豐旅人卡 所以匯豐旅人卡對我來說的話 他其實雖然說要繳一些年費 繳8000塊 但是呢 我能夠刷卡累積到的點數 或者是說他使用的一些基本權益的部分 我覺得都不錯 所以這是 雖然說他需要一點年費 可能感覺上門檻有點高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衡量說 繳的年費東西拿不拿的回來 如果拿的回來OK 那你就可以去申請 所以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 簡單閒聊的 2020年的下半年的三張高回饋卡片推薦 第一個是J卡 第二個是永鋒必備卡 第三是這個所謂的旅人卡 推進給就是喜歡累積里程的朋友使用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詳情的話 在下面的資訊欄的部分 我都有整理好 也歡迎你就是去查看一下 然後去查看更進階的文章 介紹這個樣子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趕快來訂閱 然後呢 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這個所謂的快訊的部分呢 我都會不定時發布 那麼我們從7月1號開始呢 其實我們的影片會在禮拜一的晚上 跟禮拜六的晚上來進行發表 然後禮拜四是直播 也請大家就是多多把握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天天分享 但是我會盡力做到 也請大家給包括一個支持跟鼓勵好嗎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 趕快按讚留言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知道我們信用卡是多麼的happy 多麼棒的花花世界 大家都可以在裡面去找到屬於自己的回饋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